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尹师傅将选择的是个头比较大的名虾来制作红闷大虾 观众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挑选小一点的虾 只要学会了尹师傅的制作方法 就可以在家品尝到百年老店的招牌菜了 其他的原料有豆苗 小番茄 盐 味精等 咱们先说说怎么处理这虾 因为虾有营养 但是处理不好的话 会把脏东西也吃进肚子 首先就是把虾须 虾腿都要剪掉 全部剪掉 对 它这个东西 为了美观这块去一下 留两只眼睛 留两只眼睛 对 然后去掉虾腔 这叫虾腔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掉 为什么我是深有体会 我爱吃虾 就咱普通那个小虾 原来我不懂没去掉 结果吃的时候愣是把嘴划了个口子 流血了都 然后这个虾腔去理完了以后呢 它这有一个天然的露出了这么一个空档 我突然发现我把这个尾巴也给剪掉了 这没事吧 没事是没有 但是它这个对虾的美观就有影响了 是 您看我这虾有头无尾 别学我啊 来 从这虾腔这儿呢 一瓢 它这个沙带就出来了 什么是沙带 沙带呢 它应该是一个这个虾的这个排泄型 还是不行 您教教我 从那儿呢 咱们一起看 哦 这么这儿 它不就出来了吗 这是属于虾的排泄型 沙带 比较脏 对对对 然后呢 要去沙蟹 沙蟹 沙蟹呢 是从这块儿去 从那个一截两截 两截这儿 两截这儿 它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温曲处 哦 然后呢 下茧子 脚 下茧子 对 要偏一点 偏一点 就是说不能往角度沙蟹 角度沙蟹你取不出来了 哦 稍微偏一点点 对对 大伙看 这东西也是虾的这个排泄系统 对对对 它跟那个沙带是连着的 连着的 对 大伙可以看到 对 虾蟹这个我听说过 但是这虾带这个 我今儿还第一次听您说 虾带一定要把它取干净 一定要取干净 一定要取干净 因为爱吃这个虾头的人 它是牙着 哦 里面是有沙子的 有沙子的 对 好 这个呢是两边撑 两边撑 撑它轻轻的 有一种节奏感呢 就不至于断 哎 您看 对对对 按照尹师傅讲的 这虾线 前面 也要去掉 哎 就是这么个东西 就这虾带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应该是虾黄 这虾黄 对 这是很好的东西 啊 我把这好东西给去了 去了 哎呀 这个 在个 在个 朋友里边 它也不是太酱 这个有的呢 他为了怕这个 乱这个菜 也给它去掉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 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 哦 完了 我这道菜 又没有了尾巴 又没有了虾黄 千万别去 我是反面教材 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清理大虾 第一步 去掉虾腿 虾须和虾嘴 第二步 去掉虾腔 剔除虾带 第三步 再离虾头 第二个关节处 剪开虾壳 去除虾线 处理完了虾 尹师傅 咱们该干什么了 咱们呢 应该把这个打成根 因为待会用得着它 哦 打成番茄酱 对 哎 有时候在这个超市里 可以买到现成的番茄酱 但是呢 咱们在自己家里做饭 可能就几分钟的麻烦 但是别新鲜 对 哎 这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要干嘛用呢 这个叫做大虾用的 做大虾呀 对 这个做大虾来说 传统来说 它是拍这虾脑 实际上现在呢 由于这空气污染等等因素吧 它现在这个虾脑 已经不够这个红度了 嗯 为什么叫红闷 实际上它指的 必须做出成菜 是红的 明白了 这个打出来的这个西红柿的汁 出现的就是红闷的第一个字 红 接下来咱们要把这个虾来操作了 前提呢 是必须炸出葱姜油 葱姜油 好 这叫我油热了 这下了啊 下下 烧到什么程度呢 要金黄色 要出味 出味 要的是这葱油 葱姜油 对对对 咱们家里面用的不要糟点 你可以去炖鱼 你还可以去炖肉 咱们用这葱姜油 做这油闷大虾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葱姜本身它就是提味 人家这道菜的香气是吧 对对对 好 您看怎么样了 好 好 递出来 全倒过来 该这个煸大虾了 对您来 我别一会儿再把虾给搞坏了 连火 用这个葱姜油 要煸这个大虾 这个火候 再控制在多少呢 油温应该在120左右 煸虾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让这个虾呀酥 虾皮要酥 虾皮要酥 对 不管是这个大虾 还是咱普通买那种小的虾 它含有大量的鲜 钙 钙 还有鳞 一般这都是特别有助于身体营养 而且对于孩子来说 是有助于长个儿的 像一种一些微元素 所以适当的偶尔给家里做一做虾 对老人 对孩子来说 都是特别好的食品 而且这个虾壳 刚才这个尹师傅说了 它的酥以后 这虾壳还有补钙的作用 是吧 对 而且虾壳也能直接入口吧 大概占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虾呢 虾皮一定要变色 变色 变成白了最好 变白了之后 才能够起到这个酥脆 这么一种作用 这会儿呢 就可以下入 番茄了 番茄汁 对 漂亮啊 这会儿这虾的香味 和这个番茄的这个香味 混合在一起之后 特别有这个 咸圆的气息 这会儿要调口 咸圆 根据口味放 不要放太多了 一盐保证健康 白糖 白糖大概放多少呢 白糖 一只虾差不多得一勤 这个白糖放的烧 适量多一点点的话呢 保证这个菜很鲜美 料酒 料酒 放一点料酒 压压这腥 然后盖盖 闷 对 盖上盖开始闷 对 出锅前点少许的味精 搭配超过水的豆苗 这道外脆里呢 鲜美多汁的火焖大虾 就大功告成了 好吃极了 这么大的虾 我刚才一直担心 这些味儿能不能进去 那尹师傅炒的这个味儿啊 太鲜了 这个鲜番茄汁 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再加上这个油用的也不是很多 它是外焦里嫩 这虾的营养啊 全都在这里面 一点都没流失 制作这道红焖大虾 首先要去掉虾腿虾馅和虾带 用葱油煸炒变色之后 放入番茄酱炒匀 最后加盐糖料酒 焖三到四分钟即可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天天饮食的天天有礼活动 已经开始了 只要您登陆央视网 或者购买天天饮食的图书 把意见调查表填了 反馈给我们这些意见 那就有机会获得天天饮食 十年点堂图书 这样的书一共有十本 希望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饮食梦 咱们跟大伙再见 好 再见